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来直往 谢谢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 这里是深海之谜直来直往 我是玉池林佳 不要紧张 不要换台 OK 你没有看错 这里是直来直往 我也不是理想 今天来到这儿是响哥给了我一个机会 到这里体验一下 究竟求职这个过程是怎样的残酷 再次感谢现场所有到来的观众朋友们 各位请坐 谢谢 在这里还要欢迎18位达人 首先要特别欢迎一下 跟我同样是首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之上的 12号古天代的CEO吴海生先生 大家好 还有呢 这是15号北京英学文化发展 影响公司董事长文雅女士 欢迎 另外还有两位 这两位呢 其实算是老同志了 但是换了新身份 有了新工作 一位是4号 优慢生活网创始人 韩毅先生 还有5号风行网副总裁 蒋北琪先生 欢迎 在这里还要欢迎一个 特别的这个节目中的调剂元素 Mr.Job 雷鸣老师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直来直往的求职规则 请看 美人选手 有一位达人推荐人 陪同求职 17位达人面试官 通过对求职者的职场出印象 职业测评 争取时刻 来了解同一个求职者 在此期间 达人随时进行表态 亮灯表示支持 灭灯表示不支持 求职过程中 17位达人可随时想得爆灯权利 为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 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则求职成功 否则求职继续 最终求职者所获灯数 超过9盏及9盏以上 求职者有权利选择场上 17家企业中的任意一家 获得该企业的适用机会 求职成功 如果不足久展 则求职失败 首先来关注一下 第一位求职者 看看他选择的 推荐人是谁 我请刘彤老师 今天推荐的这个第一个女孩 就是不矫情 不作作 她有点像这种 这个原生的高领土 你必须要洗尽她的砂石之后 得到净泥 你才能够制造出非常好的 锦德镇的上好瓷器 所以我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的 适合于各位老炮们 比方说 什么夏娇阳啊 陈亚冬啊 反正各位老炮们呢 我觉得好好调教调教 这个女孩一定会非常的棒 我曾经以模特和北京服装学院的学生身份 参加过直来直往高校专场 Look 这个没露脸的就是我 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最怕的是 就是和别人用一样的东西 天天年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销量挺不错的 就这个 销量好有什么用啊 满北京城 三千多人给你穿一样衣服 撞衫多容易啊 这种的 香港围里让撞衫都不容易 Oh no 哎 iPhone 6啥能出来了 用iPhone 6干嘛 满大的揭露声 看我的 酷派 绝对不太重样 我是一个心知口快的人 俗话说 枪打臭头鸟 我就是那只被打的鸟 我曾经当了两年班长 还因为心知口快的毛病 把老师给得罪了 我爱路跑 骑行 玩沙版 因为这些让我和其他女生相比 看起来更与众不同 身在北福不吵怎么能行 我敢做最吵最先锋的挑战 今天要过的是命童挑战 如果我成事成功 我将会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捐给ALS 见动症患者 我现在点名 欲齿欧巴 你敢来挑战吗 这个场合是这样的 对 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女孩请出来 有请一号求职者夏凡 大家好 我叫夏凡 今年20岁 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表演专业 我是一个敢想敢做的女孩 所以我经常会有一些新奇的想法 我曾经做了两年班长 所以我对模特经纪管理上 有一些经验 我今天想在这里求得一份 关于模特或者艺人 经纪人助理相关的工作 理想薪资是6000元一个月 谢谢大家 你有多高 我身高是1米81 他必须说出来 这样才会显得我不是特别特别的矮 好吗 他的名字特别好 叫夏凡 夏凡 什么神仙夏凡 关键是哪着地的问题 对吧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希望你自己 之前是哪个神仙 有善财的 有宋子的 都有 国刹的吗 非得 洋人的也行 进口的也行 进口的也行 特别特 特爱的 那你是因为个人的生活 比较缺爱啊 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说 我生活了二十年还没出过对象 至今没有交往过男朋友 你把这样的人推给老炮 你居心何在你 我真的好难远回来啊 刚才我看你啊 来了就挑事 因为你虽然是直来直往的老人 第二次来 对 我第一次来 就让我冰桶挑战是吗 对 我 其实我已经接受过挑战 虽然是很大一桶冰水 而我浇完之后脑人疼 你当时感觉是什么样 就是刚浇上去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就是那一瞬间 头皮会发麻 然后其实身上接触到 凉水的地方也很少 就是可能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吧 身上接触到凉水的地方会很少 然后但是那个时间一长 风一吹的时候 身上会满身的鸡皮疙瘩 特别的老 我能吃一点谨慎的反对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 也暗含了两个玩法 大家很多是把它当作一个 更有趣的娱乐时代的做法 但实际上它只是用了一个 正能量或者是慈善的名义去玩 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社会心理啊 活口慈善心啊 如果我是那个女孩的话 比如说我正要是做这个慈善的时候 我宁愿把那一大桶水 一大桶冰水喝了 然后用很长很长时间 把它流成热泪 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把冰水换成开水 然后酷了 是不 这样 咱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夏凡本身身上来 好不好 大学是学模特 对 模特专业 是不是现场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看走了那两步 非常专业 这样 现场我相信有很多老师走起来也特别的漂亮 非常的会有形 比方说深辰老师 深辰老师 是否愿意参加这一个模特走秀挑战 如果拒绝的话 请捐一百美金给ALS 如果你参加的话 可以再圈三个好友 其实我一直认为 我的这个身材是非常适合去走秀的 是吗 来 深辰老师 请 已经起半了 已经起半了 您先自己走一个 让我们来看看 老师得看一看 点播一下 音乐 好 这样 夏凡 你先给我们说一说 因为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走秀有什么重点 有一个简单速成法没有 就是简单的速成法 就是你跟着节拍 想怎么走怎么走 走得越起范儿越好 自信 首先提气 自信就行 一直大步地往前走就可以 那想个什么事 不用想 就是听着音乐 放空 对放空 就是听着音乐 我自己好棒啊 然后就往前走就可以 大步地往前走 好棒啊 这样 沈老师 你一路要自己提醒自己 自己好棒啊 深沉好棒啊 一路走 你要一路说的 我刚才一直就说 角子也好棒 对 我能出来就觉得 自己好棒了 好吗 不能光是心里的OS 你要自己说 自己好棒啊 你远期 沈老师 你是不是好棒 好棒 好棒 你有多棒 好棒啊 你是不是好棒啊 你是不是好棒啊 有多棒啊 感受到了音响师 纯纯的恶意 走着走着小苹果了 好 掌声给深沉老师 好棒 好棒 你先强烈的反应 夏凡在这 是这样啊 刚才我看了你们俩的走秀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日本的黑社会老大 带着他的女人 对吧 对 很好啊 刚才这个环节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很大方 表现得都很好 但是呢 我其实想回到 你求职这件事本身 其实我有点替你担心 因为你求职的方向 其实是想做一个经纪人嘛 目前先是做经纪人助理 未来是要做经纪人的 对吧 是的 那经纪人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它的核心素质是什么 就是保护 我告诉你 第一 要有很好的资源 第二 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但你在小片里刚才提到的一点 就是说你经常讲话 是很直来直去的 而且为此得罪过很多人 所以我特别担心 你在这个职场上 就是职场的说话之道 这方面 你会不会有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究竟是因为什么事 跟老师发生的冲撞 是这样的 当时是最后一节课 然后我们交作业 然后我的作业上面写了很多 就是同学反映给我 关于现在我们 那个系里边一些问题 然后我跟老师说的时候 老师就说这些是我 在解决个人人员 发泄个人情绪 然后我就当所有同学面 跟问同学们说 这些是不是你们跟我说的 然后就没有人举手说 承认说这是他们曾经说过的话 所以就因为这件事 一怒之下 就得罪了老师也不当班长了 所以夏凡 这是我担心 你现在要求职的这个方向 你性格里面 与他不匹配的地方 就你性格里面 那种东北女孩的 那个直拗和直爽 是会影响到你的 其实我一点 不讨厌他的心直口快 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孩子 如果真的诚服很深 心机很重 讲话在那永远在算 你反倒我不喜欢 但你的问题不出在心直口快上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用脑 你不觉会思考问题 你是一个不错的 在生活当中 我会喜欢的女孩 但是在职场当中 在公司当中 你有可能会坏事 其实我听夏凡说的 就是感觉 他的上传下达 都是直着给 下面人说什么 就直接给上面 上面人说什么 直接就甩给下面 所以我担心的 不是他将来在职场 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挫折多了 他可以再调整 我担心的是 他将来婆媳关系怎么处理 所以没找到对象 是这吓跑的 这个我得拆一下 这个推荐人刘同的台了 他说话有点 不给人家留面子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他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当即指出老师 这个地方是 大家有意见 给领导提意见 一定要私下提 不然领导有一个 领导的威严的问题 然后 当这个领导有抵触之后 这是你个人恩怨吧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他立刻一扭头 跟全班同学说 这是不是你们说的 他是得罪完了上司 就卖下属 对 这都得太直 这两点 刘同我认为 他不太适合 梁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吧 我现在看着 你们俩都有暴力空洞 实在是应该五雷轰顶 通过特地竞赛 保重北大 有点像观赏型的选手 有点像一个野马 人生就像卫生纸 没事的时候 少扯 我就是为了人间不幸 才出生的 我是钟老年 妇女之友 请给默默和想一个带好 梁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吧 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 有的人的错误 犯了一次之后 然后会连续犯一辈子 但是有些人的错误 犯了一次之后 以后就会避免 是因为他会学习到一些经验了 我们来听听 我们来听听你的搭档 我来大概说一下 刚才这个小矛盾 这个矛盾 其实来自于 特别简单的一个方面 就是很多大学生 在没毕业之前 都会有这个问题 叫做不知道 用同理心去看别人 而且刚才你应该 站到我的心上去想一下 你刚才你应该给我一点鼓励 然后还给我一点 真正的实用的建议 怎么去走 这个就是同理心 谢谢老师 再叫我想先说两句 因为我们要了解 他的本身的所处的环境 但是在北京服装学院 这样的环境里面 他的班里面都是男模女模 一个个的 都是一美八起 个点个的大长腿 长得漂亮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特点 叫做自恋 所以想给如此多自恋的 优秀的男孩女孩 凝聚起来 并且管理他们 是不容易的 当然他本身作为其中之一 也会有这个特点 但是我相信 他将来在进入了职场之后 走进了另外一个环境之后 一定会有所改观 我们再给夏凡一次机会 看看职业测评 他的成绩怎么样 好吗 请看一对视频 咱们休息两分钟 大家先躺 没银 没银 咱来装像吧 臭 看你这漂亮 你干嘛呢你 你干嘛 装像吗 干嘛呢 干嘛呢 你谁啊 你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臭流氓 谁臭流氓 老流氓啊你 臭流氓 爸 麻烦你 你麻烦你啊 如果你是这个模特公司的经纪人 模特休息期间 发生视频中的冲突事件 你会怎么处理 我先问你一下 你出去演出的时候 有碰到过这种咸猪手 有有 我作为模特的时候 我是上一般都比较伤过去的那种 你继续 你作为经纪人会怎样 如果这次我作为经纪人的话 我首先我会叫保安过来 调查视频 然后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 并让保安把这个咸猪手男给送出去 然后第二的话 我会让附近的媒体 让他们不会去把这个事情泄露出去 因为不利于我们公司模特的形象 第三的话 我会去找这个车的客户方 让他们给这位模特加钱 每天加到200到500块钱左右 最后我会告诉这个模特的父亲说 你女儿是一个模特 这些事他一定会经历到 请你不要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让你的女儿自己处理 停 停 爱 气人 夏凡 我想说是这样 你的这个回答真的 这个就像一颗雷一样 扔在我们所有达人的身边了 因为我们刚刚做完上海的车展 帮一个国际品牌 如果有模特的经纪人 跟我们在中间提 要给后面的模特 每天要加薪资的话 我肯定不会用他的 所以如果给你的刚才的回答 打个分数的话 对不起 可能是不及格 是这样啊 已然结果 对 已经如此 我想说 夏凡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我跟夏凡在沟通当中 我问他两个问题 他说他要对顾客 毕恭毕敬 我说不是叫对客户 毕恭毕敬 那叫不卑不亢 他说模特呢 就是我们赚钱的工具 我说那不是你们赚钱的工具 那是创造经济效益 你知道为什么夏凡 其实有很多女孩像你一样 长得漂亮 性格挺好 但是为什么你们用词永远不精准 我要说一比较重的话 只有一点 多读书 多读书 你才能够用更精准的词语去形容 你想表达的意思 而不会让别人产生误会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今天你的求职已经失败了 我觉得这段路呢 我们请你的老搭档 孙晨先生陪你走过去好吗 我一个人和你分享 尝一点男子气健康 我们都是很小孩 但勿忘听几手 那我觉得可能职也不是太坏的事 毕竟他还没有到大三 只是大二的学生 我相信社会可以把他 很多不好的地方修整得更好 来赶紧看看下一位求职者 选的谁做推荐人 有请吴海生先生 今天我隆重推荐我一个师弟 然后呢 我推荐他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他是曾经的全国冠军 他高中的时候就获得全国信息奥赛冠军 然后呢 直接保送到北大的心理系 第二点呢 他是当下的这个文理全才 他不仅文科特别好 理科也特别棒 然后第三点呢 我认为只要他敢想 他以后就一定能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企业家 手机市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普通青年用iPhone 分二青年用三星 文艺青年用索尼 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 是有科学依据的 比如一个手机的桌面 放多少个图标最合适 图标的边角需要多少弧度 看起来最舒服 为什么喝星巴克自拍 会成为潮流 为什么广告里总要出现性感美女 这些问题的答案 就在我学的专业里 我的专业是心理学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 从信息论上来讲 一个东西越新鲜越罕见 它的信息量就越大 对人的冲击也越大 像当年的苹果手机 外星人电脑 还有我一直推崇的 索尼X505 人的好奇心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 而我 希望通过所学的心理学知识 和我的经验 分析出当下人们心理的图谱 找到能够爆发财富的起点 未来我想做市场的开拓者 而不是跟在潮流后面 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好 让我们有请2号求职者 林肖雄 我叫林肖雄 通过计算机竞赛保送北大 现在在北大心理系读大三 同时修艺术学双学位 我还在北大电视台的记者团 做副团长 同时还在剧社做一些话剧 并赴希腊演出 我的能力比较偏重 编程还有数据分析 同时也有一些节目策划 还有视频剪辑的经验 我今天想应聘的职位是市场营销 期望薪金是6000到8000元 谢谢大家 小兄 你也是北大的是吧 对 我也是 漏校友 我是北大分校 全称叫河北大 有四个分校 河北大 东北大 西北大 东湖北大 我是河北大 实际实际 我试试你 我听说一般学心理搞心理的人 往往心里都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这儿啊 有一个老病患 是吗 Mr.Job 雷老师 您可以分析分析 雷老师有什么心理上的障碍 因为他是天天琢磨别人心理的 你知道吗 那复杂了 我心理障碍多了去了 全是啥 比如说现在我看着主持人 就有暴力冲动 我告诉你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主持人长得比较帅 所以总能吸引到女生的目光 然后呢 这个Mr.Job先生 他觉得 哎呀 嫉妒啊 我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 我现在看着你们俩都有暴力冲动 我告诉你 怎么样 这也算同专业的同行 您给分析答案 我考哪个名词吧 你简短解释 就两三句话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PTSD PTSD 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 比如说 可能比如说我被人绑架了 然后特别生命受到了威胁 然后之后我可能就 一招被蛇咬十年跨颈绳 看来本专业还是很明白的 还是过硬的 还是过硬的 小学啊 我前两天在这个酒店 发现了一个灵异事件 这个灵异事件呢 一个女鬼在我床上跑 在你床上干什么 跑啊 跑 真的 真大 床多大呀 还能跑 挺大的 然后我就这段时间一直不敢出差 你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 帮我分一下 怎么解决我这个恐怖问题 这是真事啊 这个 其实我们有一种方法叫做 脱敏治疗 就你不害怕吗 那我天天让你住在那个宾馆床上 有一天你发现 实际上 死了怎么办呢 等会儿 问题在于 你哪儿给他找一女鬼 在他床上跑 就是说 因为没女鬼 然后他发现了 是我心里有问题 不是有女鬼 一个月就好了 要回到那个酒店吗 还在找那个酒店 那个房间 当然那个酒店 那就最好了 是吧 还回到那个房间 你知道人在什么状态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家伟 你知道人在什么状态下 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人在自我动机矛盾的时候 往往把动机所指向的那个东西 想象成一个可怕的东西 来进行自我约束 比如说 家伟老师晚上去酒店 在床上睡觉 他就特别觉得 一个人睡在床上 特别没劲 他就有动机 你懂吗 他有动机 但是他又知道 自己这个动机 我懂了 实在是 说不出口 实在是应该五雷轰顶 我解释一下 他出于自我约束 他就把动机指向对象 变想象成一个可怕的东西 来进行自我约束 这就是心理矛盾造成的 这一种想象 我解释一下 这绝对是雷老师自己的心理 雷老师把自己的心理动机 说给了我们 我床上又没女鬼跑 贾老师 主要所有的问题 不是心理问题 主要还是身体太好 好不好 牛尔老师 赵雄 我比较好奇的 除了心理学之外 你还修了这个艺术史 艺术学 那你可以谈谈这方面 为什么要学艺术学 有一句话叫 哲学 科学和艺术 是通向人生 终极目的的三大途径 我觉得艺术是其中 最艺术的那个 所以我选艺术学双学位 我觉得你是一个 带有文艺情怀的 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 一个理科生 另外你选择 市场营销非常正确 因为其实做营销的人 需要两个非常强的点 第一是要 很好的消费者洞察 从你的心理学里边 有很好的功底 给你很好的提点 第二需要非常强的 逻辑分析能力 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择 非常正确 而且严谨的路往前走 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谢 大德东先生一直在摇滚 对不起 反对谈意 这个我刚才一直在举手 其实我就是想 给那个萧雄一个忠告 OK 你前面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了 你心理学学得很好 北大才子也有光环 然后你有比较强的 数据的分析能力 但是你今天求职的是 市场营销的专业 你要在前面表现了那么多 但是还没有看到 你在这个专业上 你到底准备了哪些 做了哪些 目前为止 No 没有干货 给我们 我有两个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第一个意见就是 刚才这个 萧雄刚才前面的表现 实际上大家灭灯的很少 刚才这个第一个灭灯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我觉得第一点 首先是你的自我营销能力 我觉得刚才通过 他在台上的表现 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 市场营销 第二点的话 就大家现在说 强调了他这个 有没有营销的干货 归根到底就在于一点 他没有经验 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 第一次对吧 海生 海生 第一次尝试的机会 先到这儿 海生 如果我是萧雄的话 我肯定特别想让你先别说了 在你说的期间灭了三盏 这就是 过得不对 还是什么原因 我先问问 为什么灭灯 杨先生是刚才 吴先生一开始说话 您就直接灭灯的 其实推荐老师 真的可能是帮了道忙 他所透露出来 那个两盲一定的性格 实际上是跟您 变成了一个灭灯的理由 你现在都是一个 表象的发现 而不是洞察 你的发现都是 什么舌尖上的中国 脚尖上的巴西 手机中的美国 硬盘里的日本 你就这些 对吧 你实际上没有去真正 写进去说 影响熟人的行 影响人的行为中间 90%是熟人 70%是同类人 33%是意见领袖 12%是广告 8%才是明星 这些才是洞察背后的本质 所以你的太浮在面上了 再加上你的推荐老师 急于推动你 副作用 这样 我们做职业测评 请听题 请说出下列广告语 所对应的品牌 并选出其中一个 进行案例分析 快问快答 来 开始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 对 I'm Lummy 麦当劳 对 Just Do It 耐克 耐克 对 只容在口 不容在手 这是个老的广告词 什么在手 只容在口 不容在手 得福 错 2B No.1 红星耳克 对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农夫山泉 钻石横久远 一颗永流川 戴比尔斯 对 做女生精彩不停 啥 你品牌 什么 有人可以提示 苏菲 对 沟通从新开始 移动 前途宽广 什么 喂 好 现在我宣布 萧雄已经被淘汰了 什么 直来直往啊 这没写啊 对甲方研究不彻底 基本都答对 你随便挑一个slogan 挑一个出来 特别能打动你的 告诉我 你觉得哪打动你 我觉得 I'm loving it 比较好 就是它是 我记得03年的时候 王力宏有一首歌 就是给他做广告的歌 但我现在大家都记得这个歌 都记得这个词 叫I'm loving it 我觉得它 首先 它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东西 它非常迎合 麦当劳这个东西 它没有说放个歌剧 而麦当劳就是快餐嘛 而且 I'm loving it 认知失调 就是说 当我说一个事的时候 我说I'm loving it 我就会去 我就会反过来影响我自己 我就真的认为自己 喜欢这个东西了 它整种东西 综合在一起 就觉得 麦当劳的影响还是很成功的 点评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挺机灵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的思维很活跃 就你反应很快 但是反应快 不一定反应的对 但是你的记忆里好 你看你它能记住 它至少能马上 因为它 别人可能看十遍 它能记住 它可能听三遍到四遍 智商摆的 它是属于容易被 到达的 我们讲瑞士的那些客户 但是问题是在于 你了解的比较肤浅 也就是说 你没有真的进去 这样的萧雄 就是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就真的是有点怪怪的 就当然 我觉得你所有的表现都挺好 但是你这种好呢 又不是我们可以看到 身边的那种好 就好像我们是两个世界 有点像观赏型的选手 你知道吗 就是你是一副 特别好的山水画 但是我们 如果真把你弄过来 只能收藏 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 拿出来展览 所以我觉得 就像刚才谭逸老师讲的一样 你很聪明 很激励 你的逻辑性也非常不错 但怎么样进入到 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来 你必须要进入到一个 思维方式 跟你比较接近的公司去工作 你比较另类 我能看得出来 你的正常的思维方式 跟其他的那些 上来直接学营销的 孩子们的营销方式 不太一样 可能因为你学 你做计算机 还是你学心理学 可能你需要一个 那样的有跳脱思维的老板 然后来带动你 而且你需要一个 非常成熟的团队 来约束 你有点像一个野马现在 你可以跑得很快 但是跑的方向对不对 那是一回事 雷老师 一开始可以说 他的出场气势无红 对 通过自己的高智商 这种表达 而且完全不怯场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何伟对他的营销方向 是非常非常地不满意 对 现在有两个形容词 有两个形容词 一个叫聪明 一个叫专业 你希望得到哪一个评价 说实话 专业 对 那你现在用这两个形容词 当中之一评价自己 可能聪明有余 专业不足 刚刚说到聪明与专业 我们都是可以编 由聪明到专业的 不要说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 没有那一说 你不聪明 你做不到专业 谢谢 你学心理学的 我这边所有的项目 都要给客户 做心理学分析 我觉得你一定能 把这个东西结合得很好 所以我抱你 夏伟先生 你给出的职位是什么 我给你的职位很特别 是一个基于用颜的市场营销 用户研究的市场营销专员 那薪资了 薪资你毕业之后 开到六千到八千没有问题 实习期只能给你开到 一千元左右 包餐补 包项目补助 交通呢 我还在帮你争取 交通报票吧 我们公司美女比较多 在你决定之前 我还想问一问 现场的各位达人 有没有可能再去争抢她的 我要跟贾老师抢一下 原因是 公司它比我的大 现在 目前 因为我们是创业公司 刚开始 但是呢 我觉得从我的个人经验 因为我确实做了 20年的营销正好缺一个 这样的一个市场营销的人 我会亲自带着她 跟着我们最顶尖的 这些付货公司合作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薪资你会改到多少 实际工资的话呢 是100块钱一天 包括20块钱补助 签了offer之后的话 你的薪水可以定到 5000到8000没问题 夏果果 你要怎么样 我特别喜欢她 而且我觉得 她现在虽然说 没有特别专业的市场营销 这样一个能力 但是呢 她有心理学 还有她有数据分析的这个 这是她最大的优势 所以我要她 你要对吗 给多少 17期呢 我很现实的 对 你确实很现实 17期是这样子 你每天应该是50到80 转正以后 5000到8000没问题 我要补充一下 你到我的公司 洛可可 可以感受到 来自世界500强的 中国500强的 乃至最新的 创客公司的 各种的营销的策略 你得到的 可能不是钱 得到的更多的是 全球最聪明脑袋的 赚钱方法 林小熊 现在家伟先生 给出了他的条件 你是否接受 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择 人生就像卫生纸 没事的时候少扯 就是为了人间不幸 才出生的 我是中老年 妇女之友 请给默默和响歌带好 林小熊 现在家伟先生 给出了他的条件 你是否接受 做出你的选择 我选择 放弃 不好意思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请 厂商各位表态了 如果说 根据我们的规则 如果说 留下的灯 就九盏 或者九盏以上 那么他就拥有 从十一家企业里面 任选的权利 如果地狱九盏的话 那么很抱歉 小熊 你今天的球资 就是失败的 那么接下来 请各位达人 做出选择 最后一刻 小熊 你有想到这个结果吗 想过 用刘虫的一书名 来跟你讲 你的孤独碎败 有种 恭喜你 今天获得最大的收获 好了 一定记着 帮忙把贾老师 家的那个鬼 不是 贾老师心头的那个鬼 帮他抓掉 好不好 谢谢小熊 一个人和你分享 少一点难自己健康 我们都是很小孩 但不忘听见 好吧 马上来看看第三位求职者 他选择推荐人是谁 牛尔老师 请 今天其实我觉得 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骄傲 要推荐这一位苏星夜 她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女孩 那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春风拂面 你一看到她 你就会不知不觉地 喜欢这个人 完全没有压力 她本身的这个专业职能 也非常的好 她擅长英文以及韩文 同时她的这个电脑的 专业技术也非常好 我们来透过短片认识她 嗨 大家好 我叫苏星夜 你们可以叫我 便利天女孩 燕姐 这是你的半套拿铁 谢谢金 现在我还有快递 你能帮我拿一下吗 好的 好的 少糖脱脂牛奶 谢谢亲爱的 您帮我再付一个东西吗 谢谢 你们身边一定会有 像我一样的人 明明不是小妹 却要帮大家跑腿 明明自己很忙 却从来不敢拒绝 别人的要求 要做便利天女孩 得符合以下标准 第一 不能太美 也不能太丑 长相平凡的 不能再平凡 第二 不能太胖 也不能太瘦 身材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 第三 性格温柔没脾气 永远一张笑呵呵的脸 像我这样 便利天女孩很方便 呼之急来 呼之急去 不占空间 永远安静 我坐着最平凡的岗位 拿着最普通的薪水 成为了职场里 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 今天我不想再做便利天女孩了 我要一个新的开始 好 马上有请三号求职者 苏兴燕 大家好 我叫苏兴燕 来自辽宁 本科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 学习计算机与寒英双语专业 大学期间参加学校交流项目 在首尔学习两年 修第二学位数字媒体专业 毕业后进入到世界500强韩企 做软件测试工作 通过一年的工作 使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兴趣与长处所在 发觉自己在与人沟通 交流方面的工作中 更能体会到成就感 今天来到直来直往 寻找一份公关的工作 期望薪资6000元 希望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或者上海 谢谢大家 浴池哥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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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叫我就 这是拿的 这是我给各位拿的礼物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贺卡 然后给每位达人都送上了几句话 给浴池哥雷铭老师的也要 给我就行了 给他们还什么 还写了电话跟微信 给他们没有吧 没有留吧 不好意思 都有啊 错了 哦 还写了一段话 你看 您可以读一下 写的是这样 浴池哥 从初中我就很喜欢您 但是我之后找男朋友 都是按照您的标准掌呢 至今单身 你是不是应该负点责任呢 私聊 私聊啊 有人你电话 好吧 这样 咱们给老师们都把贺卡送上 好吧 好 真的是 我们听听 听听他最近给每位达人都写了 知道吗 深沉老师 我特别喜欢刘彤 特别特别喜欢刘彤 我就是特别喜欢刘彤 这假的假的 不是这样 赵直念 好吧 功夫熊猫 气场十足 功率雄厚 请大师指点 我好喜欢刘彤 我申请 我申请 我必须要先念一遍 您先念 因为我看完了之后 是思潮澎湃 真的 真的 他上来说尊敬的雷鸣老师 职场失忆找雷鸣老师 情场失忆找雷鸣老师 有您在 我不怕 我总结出两点 第一 这姑娘认为自己 这辈子运气不会太好 可因为有我在 她才不怕 第二点 我总结出来 我就是为了人间不幸才出生的 建议大家 平时有事没事 给雷老师上热箱 开玩笑 雷老师 这样 时间有限 这么多人 有没有特别想念一下 杨老师 那这块写的是 我家妈妈是你的死忠粉 也充分证明了 我是中老年妇女之友 佟哥 你没压最后 你没压最后 我挑 苏妹妹 那个 我真的无法抑制 我对你的喜欢之情 就是 因为我觉得 你首先是一个 非常适合做公关的人 你今天送这个贺卡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 自我营销公关 而且你真的做了很多功课 比如说 你知道我的英文名是什么 这个我很惊讶 然后你还在 善意地提醒我 再忙也不要忘了相亲 就证明你对每个人的情况 都很了解 真的给你点个赞 谢谢老师 心业是这样的 我不否认这个 雅东说你很适合做公关 但是你知道 刚才几位老师讲过之后 我个人觉得 你写的真的是 太公关了 你看给我写的最后就是 你就是嫉妒吗 对了 请给默默和想个带好 前面好像他省了一句话 对 前面是重点 前面他省了一句话 他没跟着说 前面是重点 我们都念出来了 他就不能把那句话省了 前面不是一句话 前面是很长一尊 他得跟我说 不能看见那个字 前面 念不念 不重要 肯定很重要 不重要 雅东帮他念去 真的不重要 雅东帮他念去 必须得看这个 我来帮那个 刘彤老师念一下他前面 刀子嘴豆腐心的童童歌 不不不 雅东念的不对 是童童 童童歌 对了 每次看到你的书 都是一气呵成 期待更多作品 坦白讲 童歌 雅东你别念了 你别念了 念了双感情 有人要抢发 尊敬的刘彤老师 刀子嘴豆腐心的童童歌 每次看你的书 都是一气呵成 期待童童的作品哦 他买奖 童歌哭点太低了啦 对了 给嬷嬷和响歌带好 带这还错 是因为我看他的这种 这种 首先愿意帮别人做事 另外我们每个人 都研究得尽可能的透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适合做公关我不懂 适合做媳妇 木槿小姐吧 杨先生 你要抢心吗 不是 你说的是对的 你洞察力真的是很对 而且呢 你不要排除 你原来便利贴的 这个女性的这个特点 这种特点的时候 在公关上有巨大的功能 因为 他能把平凡的事 做得不平凡的好 所以你有一个 很大的亲和力 能够让别人开始信任你 这是非常有机会的 星爷是这样 这说公关的概念 其实这个词很大 这范围很广 就公关下面 其实有好多好多细分的职位 那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也就是说 你的写作能力怎么样 你觉得你的文案能力怎么样 你能不能写出很漂亮的东西来 这点我要说一下 刚才所有的老师 不是都收到了 这个星爷的卡片了吗 而且每张卡片 都是他亲笔的文案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文案不在乎 他的辞早多么的优美 而是能不能感动人 在这里我们还有职业测评 我们看看题目是什么样的 请听题 如果你是某款 口香糖品牌的公关经理 在产品发布会上 你请来的艺人 突然被警察带走 此时 背板上有你的品牌logo 你的老总要求 这篇报道不可以发出去 请问你该如何处理 这个题我个人讲 你现在抛给我 我就疯了 怎么搞呢 你帮我也带走吧 好吗 我们给你一点时间 思考一下 这样我们请工作员 拿一个声音大的耳机 给他戴上 我们在里边准备了一些 温柔的轻音乐 都是凤凰传奇的歌 我们可以听一下 听到我说话了 我长得帅吗 你鞋带开了 应该是听不到了 咱们也小点声说 先问刘律师 究竟这里是多严重的情况 才会在一个公开场合 直接带走犯罪嫌疑人 比方说他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 他身上带有炸药 或者带有枪支 如果说马上把他带走到 有可能对现场的我们的人财物 都会造成难以彌补的后果 也就是说这个艺人 肯定是反社会了 否则他不会被警察带走 你是反社会的级别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的一个重点 就是大家 首先老板要求他不发稿 他可能会想到说 我用什么方式 雅东老师我突然想了 你转过去 好 万一看口型呢 是不是 得纯 从常规上来讲 可能他会立刻想到 我要通过平时好的媒体关系 让这些媒体 真的不把这个稿发出去 但是其实这个题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能不能体会掉 这个东西是堵不了的 你只能输 对 很显 很难这个稿子不发 法制日报也得发 对 其实他现在的点是在于 这个稿子发了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 不知道他能不能想到这点 刚才雅东说的特别对 你保证不发没可能 但这里边呢 有一个最关键的动作 他必须要先说服他的老板 要让他老板非常清楚 那个现实状况 这个稿子是不发 是不可能的 让他老板先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也是内部公关 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长知识 假如这口香糖是 对吧 浴池玩口香糖 实际上呢 在老板说不让发的时候 尽量去跟所有媒体的关系 搞好这个圈层 尽量不出现负面 对吧 减少这个负面最低 同时大量的准备 对吧 人生就像口香糖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重口味 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我当年十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 带过这种重噪音的耳机 真的想不了事 就心脏都快跳出来 好 我们唱一首吧 先 好 好 现在问题摆在你的面前了 你如何处理 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吧 第一种情况是 首先要第一时间安抚媒体 劝解媒体不要将新闻稿件发出 第二种情况 如果实在是压不住了 媒体已经将报道发到网络上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 尽快地去调查事实的真相 如果事实的确是属实的 是代言人 做出了一些违法的行为 我们要在 最好是当天 在官方声明 对这种行为表示非常的遗憾 并且希望他能 积极地改正错误 如果这次代言人的 对品牌影响非常大的话 我们再次发声明 表示与代言人的合作终止 并且需要更换代言人 这是我的回家 谢谢 刚才你说完的时候 亚东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小苏 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社会经验来说 我觉得回答这个已经非常非常赞了 我觉得尽管他的危机公关可能会有失偏颇 但是我觉得以你现在的维度 而且你只要六千块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 谢谢老师 只要六千块 下点 亚东说了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你的个人资质不错 但是我还就想问一个问题 能少要点吗 我建议你不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两位答案老师给你的判断是 亚东给你的判断是 而且才要六千块不高吗 对 他觉得你挺好 才要六千块不高 然后现在夏佳阳老师告诉你 能少要点吗 我觉得你也挺好 真正坏的是李飞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他出来抢 真正坏的是李飞 他特别怕我把这个求职者的注意力 就吸引到陶亚东和夏佼阳身上 在这时候你们爱多少钱多少钱 啪就摁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薪水要求不高 按他的综合数值来说 我认为我可以节省 我们有一个职位是叫 媒体公关经理这样一个职位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现在做不了 直接经理 做不了经理这么高的抬头 但是我觉得做经理助理是没有问题的 他要求是六千块吗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六千块 好 秦业 现在是你选择的时刻 是否接受爆灯的李飞 Magic Fee 如果你选择接受的话 那OK 媒体公关经理助理和六千的月薪 可以拿到 满足你的要求 当然了 这边还有一些人很期待 比方说砍价的夏老师 如果说你放弃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就继续面试 目前没有灭灯的 不好意思 李飞老师 我非常喜欢您的企业 但是呢 我选择继续面试 谢谢老师 这会儿你要去快速观察吧 行 二面鼓掌 这都是颇有兴趣的 你没办法 王慧 欣燕 我想参与一下抢人 对 那个 其实欣燕最想找的一份工作 是想与人打交道多的工作 对吧 对 可能偏传统公关一些 其实我们就是面对的 传统媒体 先告诉你 我提供的是媒介 媒介执行的工作 月薪六千不成问题 好 谢谢老师 好 还有没有要争呢 夏先生 也是一个媒体专员 工资六千 其实职场遇到一个 很好的导师不容易 因为我也是女性嘛 我也是从你这个年龄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你一定要相信 一个大姐姐 会有一个丰富的经验 其实女性的导师 男性更合适 我觉得 有些话题是不用讲的 我觉得知心哥哥你知道吗 人家那边 李飞六千块 人家女性 蒋先生多少 什么岗位 我们这边的话 提供一个公关主管 不低于六千 韩总怎么样 给你的是一片专员 薪水差不多 可以考虑到五千到六千 夏先生 来 砍价王 砍价王 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一家媒体公司 我能提供给你的一个岗位 是在这样的一个 大量团队当中的 一个专员的职位 我能给到的呢 其实也不会太低了 该讲六千多一点 基本五千块左右 杨总给什么 我给的岗位呢 两个 互动组 或者是文化组 这个我需要去看你的特质 至于费用 先别跟我谈 你跟我谈的时候 你只要拿得出来的水平 那是比他们多高 你敢来 我就直接带你 谢谢老师 那现在我们现在直接请厂商的 还亮着灯的十六位达人 来决定是否留灯 如果留灯数超过九斩 那么你就可以任意选一家 如果低于九斩 对不起 面试失败 好吗 现在时间交给各位 请考虑一下 都还在 都在 全力在你了 我选择杨石头老师 来请杨石头老师 来到这里方送上推荐信 谢谢石头哥 来吧 包包庆庆的带你推荐信 谢谢 谢谢日志哥 不客气 谢谢 其实做一个便利贴行的人 没什么不好 至少你对于所有的人 在他们的眼中 你都是无害的 无害就有机会 更进一步 更往前走 挺好的 好 来看看第四位 是有害还是无害 来看第四位求知者 他的推荐人是谁 人生就像卫生纸 没事的时候少扯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你要小心 来看看第四位 是有害还是无害 来看第四位求知者 他的推荐人是谁 曾陈先生 其实在面试的时候 我特别怕求知者 说一句话 就是 深辰 我的人脉非常的广 因为有很多年轻人 不太知道什么是人脉 我曾经问过一个人 你人脉广指的是什么 他说 我参加了很多的会议 换回了很多的名片 那些人的电话 我都有 那个就叫做人脉 对不起 那叫名片 而不是人脉 今天我要推荐 这位求知者 他也说他人脉关系很好 但是他真的没有把名片 当作人脉 而且把人脉还组织了起来 所以我觉得 他的人脉关系 是很实在的 我特别想给他推荐一下 其实按照深辰老师的介绍 这个人似乎 不应该来找工作 他有这么强的人脉 来看一下吧 究竟是为啥 21世纪什么最值得 人才 不是 是资源 我跟朋友创办了一个 名叫海归海归的协会 会员都是来自于 世界各大名校的 优质海归青年 我们的要求就是 高大上 而且我们会定期 举办各种主题的party 比如婚纱party 旗袍party 单身party 还有各种home party 其实就是给各行业的海归 搭建一个社交平台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作为组织策划者的我 需要做的就是 整合这些资源 并且不断地拓展 和延伸我们的服务范围 现在我的手上 资源相对比较多 汇集了各大主流行业的经济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关键时刻可真帮忙 说白了 无论我在哪里拉屎 都会有人给我松支 谢了 来 我们接下来有请 四号主题者夏楚颜 大家好 我叫夏楚颜 今年25岁 毕业于大连艺术学院 音乐剧专业 之前有过一些 舞台剧的演出经验 也做过幕后的工作 期间跟朋友 共同创建了一个名叫 海归海归的协会 主要就是给海归 搭建一个社交平台 今天我所要求得的岗位是 总裁助理 木妖心机八千元 谢谢 声音还不错 看来是练过 好吗 现在你有没有本事 变一卷手指出来 这个 这个在现场 不知道刚才我的自我介绍 有没有现场的观众 愿意帮助我一下 不是 你人脉呢 你人脉呢 有一套啊 有一套 刚才主持人让你 拿点纸嘛 对吧 对 那十个纸上写什么 你知道吗 其实主持人已经告诉你 那纸上写着 人生就像卫生纸 没事的时候 少扯 是是是 我跟你讲啊 你那个小片中间 的自我介绍 充满了嘚瑟 你要小心啊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表象越浮华 内容越空洞 我觉得 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人 你看 这上来送不送货卡 区别很大 直接就开始炮轰啊 夏先生 楚言 问你个问题 刚才那小片中 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姑且忘掉它 你认为 总裁助理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总裁助理这个职位 其实挺特别的 通过 总裁的光芒 能够感受到助理的实质 也能感觉到 总裁的高度 所以说我这个职位 我觉得就是 在 总裁身边 帮他打理身边 包括公司的一些事 如果能做得好的话 就是 能深入到他的生活 的一些事情 如果做不好 只能是 真不好意思 你的回答 恰恰说明了 你真的不知道 总裁助理是干什么的 你没有意思吗 我觉得 是这样的 那个楚言 你刚才回答的 那个内容里面 多数是你想 当一个大老板的秘书 你错误歪曲地 理解了什么叫助理 你知道助理 是什么级别吗 到了总裁助理的级别 公司至少是 中高层以上的主管 或经理 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你在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 就靠点所谓的关系 和觉得自己的人脉 你就想作为一个总裁助理 是挺难的 那个我来帮先生说一句 因为我觉得可能 作为一个社会新人 他可能对整个职场体系里边的 这个title不是很了解 你可能要调整一下 你的就职的方向 比如说可以从 这个经理助理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态度开始做起来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一点 我觉得现在目前 可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职位的调整 是职业心态的调整 刚才你讲的一个特别要命的东西 你觉得说总裁助理就是呢 我就帮他预见 然后帮他 怎么在他装环背后 我来帮他评很多的事 如果做得再好呢 我就能进入他的生活 就是那个不是总裁助理 或者甚至都不是一个职场的 正经的工作人员该干的事 你没有意思吗 你得回到职场专业这件事上 而且老夏 就是说你其实现在还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从我来讲 我觉得你就是这个能力都不具备 我不相信你能帮你的总裁去引荐 他认为有意义的资源 你说你是一个四海之内 接兄弟的这样 有这样很多的朋友 我告诉你 四海之内接兄弟 那就接不是兄弟 而且我特别想跟年轻人说一下 就不要过分地沉迷于社交 你自己如果不够牛掰的话 你认识再多牛掰的人 都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现在把你送到长江商学院 不用交每年几十万的学费 然后也不需要那么牛掰的 引荐人给你 但是那些企业家愿意跟你玩吗 应该说褚言也算长了一表人才 出来之后一个短片 就直接开始大家纷纷地炮工 这样我们也给他一点机会 为自己辩驳 究竟你希望能够去到一个企业里面 做到什么样的工作 你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 我为什么想在短片当中 突出这个海归这个资源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社交网络2.0的时代 大家出来聚会 这是年轻人现在 经常会选择的一种 消遣业余时间的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可做的一个 可以长期发展的这么一条路子 所以说我才会把这资源 放在短片上 其实我个人的求职理念很简单 我特别热衷于传媒行业 我今生我就这一生 我把我自己定位为一个传媒人 就是我会倾尽我的所有 去做我热爱的传媒人 那个褚言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传媒的话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接下来要在中央一套 要开一个节目 真人秀叫我爱妈妈 它是一个明星带自己的妈妈在一起 待72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节目 如果你来我的这个团队的话 你喜欢搞人吗 好 我问你 你怎么去邀约明星和他的妈妈呢 如果你来我的这个团队的话 你喜欢搞人吗 好 我问你 你怎么去邀约明星和他的妈妈呢 你怎么样去打动他们 首先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是很OK的话 首先以节目的魅力来邀请明星 我的意思就是讲 你看你讲的又是 一下就那高大上了 接地气 你如何去跟明星讲实在的东西 因为你说你要做个传媒人 实行 你如何去做 你现在这个电话就打着这个了 我觉得现在 你先想想 第一 你觉得邀请什么样类型的明星 是大家喜欢看的 第二 你怎么样去邀约 是最能够邀约到的 我觉得现在 首先是真人秀的这种节目 这个之前也没有过 首先是之前没有过 带着妈妈来参加真人秀的这类节目 我们不分析节目形态 这样 我现在其实是在帮你 不过你再讲一些 真的跟求职无关的话 我担心他们会灭到球战以下 我希望你能够直接地去回答问题 那么选择艺人 你会选择什么类型的 对吧 那本身这个艺人 他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的 这很重要 对吗 OK 我会选择之前做过公益大使 或者是非常有爱心 做过公益方面的明星 从他们为出发点 直选这样的吗 还是有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还是更符合一下 直选 要想一想明星的兴奋点和痛点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要跟楚言解释一下 就是做传媒 没有你看到那么关心 我这样跟你讲 我们怎么样去打动明星的 我们采访了将近100个年轻人 问他们第一个问题 你们了解自己的妈妈吗 90%的人说了解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 妈妈的血码是多大 折了一半 第三个问题是 妈妈的闺蜜三个名字 折了一半 妈妈的这个 最近一次哭是因为什么 又折了很多 我们问了七八个问题之后 每一个人都回答不上来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问他们 你们了解自己的妈妈吗 然后90%的人 低下了头 非常内疚 我们直接把这个视频 给所有的明星看 他们看完之后就明白了 我们总是以为说 我们跟自己最亲近的人 很了解 但其实根本未必 你只要做样 做这么一个走心的病毒视频 给他们看 你根本无需去讲说 你是公益大使也好 怎么那边也好 每一个人都是子女 每一个人跟自己妈妈的关系 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如此而已 走心 谢谢 我觉得回到他 肯定是脚踏实地 有学到的东西 就是他大学学的音乐剧 这样 给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也算老师 达人们给了你这么多的忠告 都是财富来的 我们也回馈他一些什么 让他们知道 咱学东西是好好学的 好的 一首《惊艺爱无限》 献给大家 一首《惊艺爱无限》 《惊艺爱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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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地方中 像音乐部同性情 估计ר 那个温艺爱无限 都把登迷过 For this why I will rule There we go to repay 楚言 我觉得这包纸巾现在能派上用场了 来 这包纸巾还是给到你的手里 真的 都是忠告 一定都会对你有用 我今天来这儿真的感觉很深 就有的时候 大家是真为求职者着急 干嘛不能做得很好 就真的有一份父母心在那儿 就真的就是咱们说的 父母打你 那是爱你 不爱你就打死你了 对吗 好吗 楚言 加油 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 好吗 加油 谢谢各位大人 这么大谢谢 我第一次来直来直往路 我的收获特别大 就真的我在听各位大人给求职者去讲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在我职业道路上的方向 也都会变得清晰 变得更加准确 谢谢各位大人给的财富 谢谢 在这里再次感谢十八位大人 感谢林明老师 这里是本期《深海之谜》 直来直往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见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没有你平线 在日落的海边 在热闹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当生活的一切